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球直接打了一波 对方的防守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最大队边路的进攻 这边11号马尔莫尔上来了 选择横向内切 然后往远端的古部队的角球 这球发了一个战术 以对抗各方面条件还是很突出 中队边路的进攻 这球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 有点像午后卫的这个感觉 中国队传中球 改进去 中路两个人抢到了一个点上了 是被对手试破了 这球来看一下啊 中国队 这是刚飞 好的 还是往别路转 金鸿飞这两球传的视野都是非常的开拨 中国队传中球往中间改 来了 这边很有机会 大球没有对方防守的漏洞 中国队 左路的进攻又上来了 看传中的质量 跟进 倒三角 改过去 打梦 中国队这边有一个 钱鸿飞还是很冷静啊 这个下到这个位置 给这个球五蕾传的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叙利亚队的球员普遍身材比较高大 低落点 很容易抢到 把这个球梳理出来 9号索窝 中国队现在防守的人数足够 但是防守之间有缝隙啊 我们回来的人很多 但是给对方球上的压力还是不太够 要注意盯人 传中球往中间改 要注意 这个时候后腰其实对于对方的边后卫 拉克曼乌斯的这个前叉 刚才一段时间呢 中国队打得好的时候呢 左路的进攻 哎 这球有机会 哎呀 这调整的时间稍微显得有点长了啊 在进区内 打球 打球 看一下中队这边有机会 打梦 比赛打到27分钟 吴磊 俱利亚队现在整个阵型收的比较靠后 中队进区 虎点了 这个位置有机会 打梦 第一下停球的时候 停的不是太舒服 所以 给第二下射门的时候 他也做了几次进攻的尝试了 中队在这个位置上 防守收的还是比较紧高 这球危险 俱利亚队现在呢 他的几次 好球 还有 好 中队这球再推到中路 在罗斯科里做到场 这个球对方中路防守的人员太密集了 现在要注意中场的防守 对方后场直接的长传球 中队中后卫回防 速度非常快 他本来是想造一个越位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中场 这球从 中队脚球 写鹏飞往中间打 对方的门将把球打到了进去 虚心 二次进攻 是不是能够形成一定的威胁 这球上抢做的漂亮 李可 来了 横向摆脱 再往远端改 这球闪开孔刀 起脚打门 中队有补射的机会吗 寻找队友这种佩服 来了 中队的脚球 这球是往后点给 落点给的并不太理想 勉强摆回来 自己打门了 好 这球选择了直接打向球门 谢鹏飞这球没有能够完全的踢起来 被对方的人强给打出来了 矮了 稍微远了一点 投球走中间点 在中路的凌空打 好的 西里亚队这条大范围转移 球传的很准 看一下边路的传中 哦 右侧边路 几乎是贴着边线 这一道传中啊 张立鹏的 球没有能够挺好 直接被对方断球 其里亚队打反击 下半场新换上场的14号 哈拉克 结果我们看 推到门前之后 才怕好像是手指中车 是马来西亚那种边风的踢法 这就是阿尔哈拉克 利用张立鹏停球的失误 形成断球 右脚 应该是越位 应该是越位 对 9号中锋阿尔索马 那 视频裁判组的介入 红蓝两条平行线 非常 之后 原先上场打 左边前卫的10号 马瓦斯呢 现在是换到右路 好的中部队 中路带球突破过程 万维 这条身门打得漂亮 角度打的角度真是刁哦 我这条身门打得太刁了 有人在附近 但是呢 有人在附近 但是呢 对方的13号 克鲁马 这条球 边路 啊 谢峰飞 中路包抄的人数 中路现在只有两个点呀 你这球对方五名防守球员 12号 三米亚 中间给中队现在在中场 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拦截 边路又空了 那切 徐利亚队还是转移到了外 但是这么长距离的冲刺 确实对边后来说负担很大 来了 投球攻函 啊 又是张立萌 这个点抢得非常好 好的 中队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球传的 质量稍微差了一点 吴磊 小球 进去那低落点 这一次是 加快速度 来了 大范围的长转转移 到这一侧 谢峰飞小角度攻函 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个赛季在中超联赛当中 现在也比较谨慎 在封线上换更年轻 而且看起来速度要更快的 亚新达利少 上来 然后呢 他在边路这边和 前场的进攻球员 先看这球 投球点向远端 稍偏了一点 压到了中线附近 门开了 这球调整过来 看陈普 左脚传中球 我们前给 二点球 直接出击 这外卫角软射 这球没压住 陈普这边突破 这是踩到陈普了 叙利亚队的球员12号 萨米亚感觉压力 再看啊 这个是萨米亚上去 他防守的一个犯规 就这一下子直接踩到了陈普 然后他对脚呢 带空了 确实很考验队员的心态 严正的防空 中队的定位球 打出来的威胁性 始终不算特别大 这中级不太能够带动球队的进攻 终结了对方的这次进攻 但也付出了一张黄牌的代价 这个氛围不是失的 来了巴顿一对一的能力 传中球 给后点有机会 投球公文 还有 还有门前在补 中队这边还有机会 逊利亚队三名球员的夹防 最终还是把这个球给挤了出来 现在中队要在防守端注意 现在是一个三防四的局面 就在防巴顿横传的这一下 我刚才吃了一次亏了 让巴顿调整过来之后 传远端的点 中队这小球开前点 对对手第一点的这个后卫解围了 进攻次数之比 实际防空能力也打上了折扣 但是你就对有几次高空球的好的机会 没把握住 大部分的时间里所体现出来的进攻办法不多 确实很困难 我们在人数有优势的时候 抢不到对手的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来看一下中队这个角球 球打中路 对方的门将第一下 并没有能够完全击中提球 但是在外围中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这球拿下来 差一点还会被修理亚行程翻一角 非常漂亮的直奔球门四足迷 感觉有更多的质疑 在上半时比赛的进攻 警告 感谢观看